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陈伟婷也只能趁着baby不在的情况下来参加跑男了 理由大家都懂的 胖妞的观点是 迪丽热巴首期录制型单影支 看来要打入跑男内部还需时日 为何呢? 因为之前的女嘉宾是杨颖 是一个有男友的女星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地玩不会有什么 但是迪丽热巴却是单身女星 已婚已有女友的男星 刚上来就很热情 那不合适 单身的男星一上来就坐在一起 也怕会闹出绯闻 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 迪丽热巴第一期录制 《行单影支》其实很正常 因为她还没有融入这个群体 但以迪丽热巴的颜值和情商融入 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其他的则没有必要过度的解读 胖迪毕竟是新加入的女嘉宾 和其他人应该不大熟悉 人和人的相处都是有一个磨合期的过程呢 所以讲讲大家最爱的男嘉宾陆寒 在一起表现好了 重点是一只星星 一只被陆寒牵手的星星 总感觉陆寒和星星的相处 十分的和谐和融洽 少跑子牵起星星的手 就笑得根本停不下来 要是陆寒这笑容面对的是广大的网友 不知道多少少女要沉醉了 不管哪个角度 牵到星星的陆寒都是满脸的笑容 而网友们看到这画面 也是纷纷调侃起陆寒来 网友说陆哥我要给你生猴子 但我看到没关系 都是陆寒赛天安卓的 不够币的 不够币的 怎会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